各位司长、先生、同学、家长大家好 现在报告1.1.2学年度宿舍间接 报告单位学务处军训室 本次报告的大纲请参与 首先报告女生宿舍的位置 位于校园内最北方的IJ两栋大楼 女生第一宿舍与世人房型 寄有252床 女生第二宿舍为六人房型 寄有694床 宿舍每学期收费9900元 位于设施及请聚规格请参与 冷气采出之刷卡付费方式使用 令免费提供 有线无线网络供学生使用 书桌规格家电设施请参与 其次介绍校外男生宿舍 位于大同大学附近的德惠街 既有德惠及新德惠宿舍 主要提供外籍生住宿 德惠宿舍为二至三人套房型师 既有26床 新德惠宿舍为四人六人八人亚房型师 的宿舍既有108床 宿舍交易厅设有公共设施及收费投币设备 供学生生活所需使用 宿舍收费部分 德惠宿舍一学期三万五千元 新德惠宿舍一学期两万七千元 冷气采出之刷卡付费使用 令提供网络免费使用 各项设施及请聚等规格请参阅 宿舍申请资格方面 女生宿舍控留450床 男生宿舍约20床 提供涉及台北市以外地区之新生 及转学生申请 分配的顺序 1.身心障碍学生 2.外籍生乔生 3.外离岛学生 4.低收入户学生 5.一般学生 证据校区远近来分配 宿舍申请方式 请同学于112年8月15日至18日 至校务系统线上申请 特殊身份请备注注明 本校将于8月24日公布宿舍床位分配结果 并于9月2日开放宿舍入住 若家长开车协助学生入住 请由从十路侧门进入校区 并依规划等区域路线停车及行进 9月2日至10日 本校商请佳乐府 与女社前开设临时卖场便利同学采购 升博用品 目前学校第三宿舍正重建中 若有校外租赁 房屋需求可置云端租屋网查询 报告宿舍缴 缴费窗口为彰化银行学费入口网 缴费的帐号密码 缴费方式均匀 与学费方式相同 彰化银行学费入口网页 请参与 自8月24日起 即可开始缴费 至9月7日截止 预期视同放弃 由被情人选递补床位 若申请宿舍费 就学贷款 需列印缴费单 至银行办理对保 并至申付组合章 后送军薰室查课 最后报告注意事项 违反 一 申请人住宿资格均一学年为限 未经家长与学校同意 不得无故退署 二 全体住宿同学均需参加 112年10月28日 组织方斋房 引炼 三 宿舍门禁采 个人持扣方式进出 严禁 鉴于他人或带非住宿同学进口 四 住宿时间 9月5日至10日 每日洞八至腰拐时开放体育观测门 可提供家长开车进入校区 方便搬运货品 五 入住时缴费凭证 领取钥匙及缴交保证金 六 近期疫情趋缓 为宿舍生活空间精密 同学有发烧咳嗽症状 请先在家休养 以维护宿舍公众安全 七 旅舍各房间的电话请参阅 八 宿舍辅导老师 女一舍女二舍为杜树妙林素玲老师 德惠宿舍郭文豪老师 九 宿舍业务承办人张念生 张雅琴老师 五 家长同学有疑问或需求 可电话联络 以上报告完毕 大家好 这里是学务处身份一组 针对就学优待减免及就学贷款 办理方式说明 就学贷款及就学优待减免 每学期接受提出申请 其中各有财产资格条件限制 就学贷款是以120万为分界 就学优待减免有八大身份 军工造一组先 军文精语身心障碍学生身心障碍 家庭年所得不能超过220万元 家庭年所得财产是如何计算的呢 如果同学未婚的话 不管是未成年、移成年、监与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合计 同学已婚的话是与配偶合计 那同学离婚或配偶死亡的话 则是以本人作合计的 那政府财产的话 112选年度会查核前一年度 及111年度的家庭年所得总额 那如未能确定家庭年所得总额的话 建议可限制就近税捐机关 申请111年度综合所得税 各类属的期待 那如果被查核出来自财产资格不合格的话 也是提出这份文件去做省付的 中学用戴减免申请作业流程 减免申请的话是依照文人每学期的生活组公告 学校系统等级加缴交资本文件 那再来是缴纳余额 再来是已余额的话 办理就学贷款 再来是缴验证件 再来是教育部查核后 中学优待减免申请资料 去我们学校的小屋系统去填减免申请表 然后并配以下资格文件 那其中这些资格文件 其中如果有需讲户籍资料的话 必须是三个月内全部户籍团本 或者是新式户口移户 均付详细记事 找本人及父母的 就算父母亲父同父都要一起缴来 还要分开申请后 那学生如果以后你要去加缴配偶的 那请注意 低收中低收特殊家庭的证明文件 是由户籍所在地县市政府社会局 或乡镇市区公所所开令 接下来就学优待减免申办注意事项 那请注意 一定必须先完成就学优待减免 用余额的缴费单在办理就学贷款后 那已申请过本校或他校童年纸 同学期减免者 不得重复申请减免 那也修申请身心障碍学生肯 办理减免其余类别不得办理 申请就学优待减免者 不得重复申请落实助学金 及其他政府身份措施 那我们列表有所示 再来是提到就学贷款的财产之边 有分ABC级 A级就是不用缴纳利息 那B级是需缴半额利息 其中C级是缴全额利息 并且120万以上的话 必须要有一个 另一个兄弟姐妹就读高中以上的学校 然后我们会通知 然后同学去到家找兄弟姐妹的在学证明 就学贷款申请作业时针 有就学贷款申请后再去做缴费 那其中低收中低收入户 可以带生活费 然后我们补款时间大概是4月上旬 及10月下旬 那再来等资格审查之后 我们会通知同学 或是B系列者去补缴相关资料 然后再来是银行补款时间 是5月及11月 那书籍费及校外令居费的补款 是5月下旬至12月下旬 学贷款申请就业流程 那请同学是确认金额后 再去银行做对保 那初次办理是每年8月1号 去登入台北部邦网站 去就学留贷减免的 去就学贷款服务站 去去填信上申请书 以预约对保时间 那学校登入 就依照行程 去做对保 再次缴交资料 再来是补缴差额 再来是等待结果通知 就学贷款可在项目有 学杂费 电脑及通讯使用费 学生团体费 书籍费 书籍费 住宿费 其中红色的是例外 必须要特殊的身份 生活费是 低收入部要4万块 中低收入部2万块 那有实习费的话 必须要有学杂费 但有实习费才能贷 海外研修费 以教育部规定上限为 医学年44万 中学贷款 如果有兄弟姐妹 是C级的话 必须再缴 在学证明 在学证明通常是 学生从后面有 该注册账的 要练义印本给我们 或者是在学证明书 或者是也有这些 以上所思 或者是最简易版 就是他会盖注册账给你 那 就学贷款申请注意事项 具有就学优待减免者 那要先完成减免申请 取得减免后的余额缴费单 再申请就学贷款 以免向银行夺贷款的状况出现 那如果男生获准得会宿舍者 因为住宿费用比较高 矫见时必须会进入宿舍缴费单 那有想全部公费的话 不得再申请就学贷款 那进休学日 请申请就学贷款的同学 请尽量尽量第一阶段选课前完成选课 以免就学贷款金额 用家退学学课程 而产生存 那毕业还款方式是 每一个学期的就学贷款金额 偿还期限为一年 以后小美在学期间 扮演6个学期的就学贷款 每次4万块 小美毕业后一年 开始偿还时间就是 以6年为期限 每年要还4万块下利息后 那如果是增加书籍费 书籍费 书籍费的话 厂还金额也会同步增加 例如就是在 小强在学期间 办理8个学期的就学贷款 每些需除了学贷 费4万块一块 还要那个总共3万的话 那开始就是以8年为期限 每年要还7万块加利息后 那各项资料 找找途径 我们有现场脚件 或者是挂号邮机 都在我们生活组网页也有特别小事 欢迎大家自生活组网页查询相关公告 谢谢大家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位保足的护理师 只要你身份是新生或是转学生 都必须参加健检 现在来跟大家介绍 新生健检的注意事项 学校的新生健检日在9月23号 敌人在体育馆地下室2楼 记得健检前务必完成问卷资料的填写 这样才可以减少健检的时间 填写完会有这个画面 请记得截图下来 进行当天 请带着手机的截图 及先进500元 到体育馆地下室NB201报到 报到完之后 会有健康资料卡跟收据给你 每一关都要检查到 可以不用依着眩序做 哪一个关卡看人少 就可以前往师做检查 检查项目有尿液检查 身高体重腰围的检查 血压跟听力的检查 视力跟变射力的检查 当然还有抽血这一关 需提醒同学们呢 针对晕针会对血敏感的人 请先告知工作人员帮忙 记得抽完血不要揉 再来是理学检查 检查的医生会做身体的检查 请配合医生的指令 这一关是检查肺部 听心脏的声音 头颈部等等 牙科检查是提醒 检查前线、漱口或刷牙 这一关检查是蛀牙跟牙中病的状况 再来是胸部X光检查 就在居动的广场 胸部X光检查的时候 请记得身上不要有金属物或塑胶 避免影响结果判别 怀孕的请先告知 说完所有关卡 请务必到最后检查 回收健康资料卡 填写满意度问卷 如果在9月28日礼拜六当天 你无法参加检检 也有不做检检的方案 可在10月28日以前 到鸿恩医院补重体检 在医院检检就要花550块了 还有 另外一个方案 可上网下载新生健康资料卡 到其他医疗院所检查 健检报告就务必要在10月30日 交来胃宝主了 当然 你还有相关其他问题 可以上 卫宝主网站查询 或者是亲自来卫宝主一趟询问 也欢迎来电洽询哦 这是我的分机 再来就是我们的广告时间 欢迎 实践大学热忱热血的帅哥美女们 来参加加入我们的实践大学 为宝主志工的大家庭 欢迎大家来参加 感恩大家的观赏 谢谢收看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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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